最近外国的科学家就给我们科普了这方面的知识,科学家说在地球上看太阳小,其实是因为太阳离我们很远导致的,如果我们将太阳和地球放在同一条线上,大家会发现,其实太阳真的很大,大到什么程度呢? 如果用地球和太阳对比,太阳是地球的130万倍,意思就是说需要130万个地球,才有一个太阳大,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太阳内部分部有超过70%的轻27%和3%的其他元素,大约在50多亿年前,由于一些原因太空中的轻被太阳吸收,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,发生了热和质变效应。 从此太阳就走向了自己烧自己的路,而且这一烧就是50多亿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